各位長官,賢非先進,大家好 我是那個報道者的子午 那今天收邀來這裡,向大家分享個人一點,淺見其實有點惶恐 因為我自己在報道或是接觸相關議題其實也只是大概是兩年的時間 我們報道者是從2015年年底創立的一個非營利的網路媒體 成立的初衷是不以即時新聞,而是做深度專題為主,關注可能比較 主要媒體不會太強調的一些可能環境或人權等等議題 那也是因為在報者有這些沒有商業的壓力的空間 所以財因緣際會接觸到相關議題 那其實也就是在大概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小燈泡事件之後 一連串社會關於精神疾病以及社會互動的議論中 開始去從一個媒體從業者的角度去記錄或是觀察 到底不管是大眾以及專業界以及病人本身 在這個好像很難解的一些事件或是經驗中 那個經驗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分享的 其實就是希望是從我的報道的一些脈絡來簡單地去陳述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初衷促使我去來關心這個議題 那其實從每個報導中其實都有一個橫貫在其中的一些問題意識 那可能會和今天大家關注或是討論的議題不一定是直接相關 但因為我在撰寫或是採訪報導過程中 面對的主要讀者是一般大眾 所以會從更直觀的經驗出發去具體去想描述出這些所謂的精神病患的主體經驗 以及在整個社會中他們的位置是什麼 所以可能會和各位先進的一些專業觀點會有些許的衝突 但是我相信是希望可以從一些這樣子更多的廣泛的討論中去來尋找一個更理解的契機 那所以這幾個問題意識其實對我而言都不是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而是在促使我在做每個報導的時候會一直去問自己的問題 那因為在準備這個過程中其實對我而言心情是蠻複雜的 因為在過去幾年中從兩年前的小人炮事件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二省 就是高等法院即將在七月初宣判 那這個然後中間又經歷了林以涵小姐的一個不幸的事件 以及龍發堂後來被清控的事件 這三個不管是人事物我都親自的第一手的見證 他們在採訪當下與他們有直接的互動 所以對我而言在這個兩年中短短的時間 要去整理這個思緒其實是蠻複雜的 所以對我而言我覺得很難用一個比較具體的方式簡單描述 所以我這邊是有自己擬一個稿子 所以有可能是用這稿子來希望用比較精準的方式來表達 因為有可能可以表達上在段段時間內 因為這些接觸的人事物都發生劇烈的變化 所以其實對我因為我不是一個我跟他們的關係 並不是所謂治療者或是朋友家人 而是一個從旁去希望去理解的這個角色 所以心情上難免在這些變化中還是自己在沉澱中 所以對我而言可能我希望用可能在草擬這個稿子中 會比較精準的去傳達出在今天分享的內容 就是這三個今天想分享三個案例 其實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精神疾病以及子病症與社會發生的互動 然後他們都指向了這個政府單位以及專業接日益 關注的一個嚴肅課題 包括社區支持體系的不足 以及社會安全網的殘缺 還有污名化或標籤對患者本身造成的孤立 以及家屬難以承受的這個照顧壓力等等 那或許這也是我今日會受邀來這裡的原因 而我所接觸的面向幾乎都是溢出了這個正統醫療機構之外 並牽動整體社會廣大的意樂與騷動 或許這並不能全面代表這個相關議題客觀的全貌 但是我相信這個可以呈現部分現在整體社會真實的處境 那多年兩年這個賞述提到這個採訪過的人失誤呢 在報導之後都發生劇烈的變動 有的過世像林茵涵小姐 有的被清空像是龍發堂 有的曾經在努力在執行 努力在思考修復與理解的這個門已經被關上 像上次的這個最近一次的高等法院小燈泡案的這個 連最後一次的延遲變動我出席旁聽 那各位看到新聞聽到這個小燕泡爸爸在庭上的這個陳述 那他其實是希望出於激性這樣子 那我在當場其實也非常的受到這個他的感同身受 那其實會讓很多人去很困惑 為什麼小朋友媽媽媽媽媽一開始 是是這麼希望去理解患者的這個生命歷程 以及似乎想要尋找修復實施法 而到了兩年後的今天 他們卻仍然必須選擇一個這樣子的選擇 那所以在所有媒體中 那我幾乎是第一個親身採訪這幾個身處新聞風暴 是中心當事者記者那在那些這個卸下心房 不帶任何標籤以及價值判斷的片刻 種種被難以理解的這個經驗緩緩流動 那有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已經不是一個旁觀者 然後我的某個部分也走進他們的生命中 那我的專業知識或相關經驗都比不上在座各位 並沒有能力對具體的問題提出高明的解放 那我只能盡我的職責 忠實紀錄描繪這些難以言說的生命經驗 所以今天監察分享我想說的其實是 在談康復之前 這個聆聽受苦經驗之必要 我相信這些聲音不管多微弱 都是邁向理解的基礎 而唯有理解在種種複雜的問題面前 我們才能保持希望 所以這個是 我用這個可能報導的時序 那來慢慢的解解 來快速的分享一下 那這些報導 或許各位有些有看過 或是有些沒看過 但也都歡迎給予之後 給予一些指教這樣子 那所以大約兩年前呢 像現在這個一樣炎熱的夏天 我踏進小燈泡生前在內湖的家 那組織出於單純的好奇 想理解說 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位母親 在招逢如此的慘痛悲劇 後仍然保持這個親民的思緒 想喚起大眾正式家庭教育社會的破洞 乃至於一遇想要了解這個 兇手王景玉的成長背景 到底出過什麼問題 那我想他不是堅強勇敢等等可以解釋的 那這個悲痛的母親 在把這個手刃愛女令全國人民憤怒 驚恐不已的兇手 當作一個人來看待 儘管受到許多鄉民的嘲諷 謾罵也不改其字 然後所以在那個下午訪談中 小特媽媽開啟我 注視這個他者生命歷程的契機 所以後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那時候剛好是王景玉的一省 在士林地方法院 我追蹤這個一省的過程 以及同時正在進行 在隔前一點這個北投郭霄女童的命案 他的兇手是這個龔崇安 那兩位兇手都被診斷成為思覺失調 所以在法庭上產生的非常高強度的 這關於精神醫學與司法體系 這個之間的張力 所以記錄下這些精神狀態責任能力的艱難的辯證之後 我突然在心中有一個很強烈的疑惑 就當越來越多極端的社會案件被貼上與精神疾病有關的標籤時 大多數的精神疾患者他們的日常是如何的 在此之前其實我也是可能跟一般老百姓一樣 並不是很理解 所以我就想說在這些極端案例 那一般的患者他們的日常是如何呢 所以在也是2016年的下半年 在將近一個月的聯繫與其等待後 我是在網路上先看到林一涵的文 他描述他住在精神病院的一個文章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很多人知道他是誰 那2016年10月我和他約在一間咖啡館 然後眼前這位非常美麗 然後言談清晰的女孩 完全顛覆我對於精神病患的激烈印象 他侃侃而談十幾年的病史 所背負的這個標籤以及羞恥 然後這個無數次的自殺的嘗試 以及沒有原因的這種對生命的慾望 那以及種種在這個從主體經驗的反思 就是不是像一個我們印象中必須只能接受幫助的好像病人 那他是從他的經驗中 甚至提出很多很多就是反思的這個經驗 那基本上他在訪談中他其實一再強調他對於醫護人員的這個如目之情 那他其實對他也每週的這個診間時光幾乎像是這個他的難以忍受的人生種的這個救贖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乖的遵照醫主的病人 那在各種專業論述之外 我第一次完整看到以及聽見 那他也信任我在分享完全他的經驗 一個在一個當時這個很頻繁的精神病患 在這個社會中是什麼感覺 然後經歷了什麼 而當然那時候我不會知道半年之後 他幾乎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傳奇悲劇 並付上生命的代價 那林一涵過世後我經歷了一段這個低潮的事 這個工作上有點低潮 所以但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想要成為可以實質上幫助精神病去無敏化的人 然後這句話一直留在心底 然後驅使我想繼續報導這個訪問議題 所以隔了一陣子之後 我選擇跟隨著這個第一線的 所謂社區的這個精神病患關懷訪事員 走進社區瞭解他們的工作的面貌 然後就赫然發現他們有點像是這種 近身肉搏的士兵 在這個精神醫療體系可能最末端的地方 因為他們的薪水並不怎麼樣 然後工作條件也蠻不穩定 大部分都是衛生局委外給醫院 然後一年一簽 那其實不太穩定 那剛剛也有長官有報告說 大概這個就職的時間就不到三年平均這樣 所以種種的經驗其實蠻難累積在他們身上 他們的理想上是想要做一個個管 然後統合所有資源 可是因為勞動條件的現實 所以很多人是沒有辦法待太久 那也在這個現場中和病患以及家屬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那常常對他們也有點像孤立無緣 就會放逐到了這種邊疆的感覺 那所以走進這些家戶才知道說 很多問題是根植在這個社經階級以及家庭環境 那甚至家人可能都就是他這個發病的這個因子之一 那並非完全能醫療能夠解決或是解釋的 那機構外地人仍然普遍缺乏這個支持系統 即便政府不斷的投入軟硬體資源以及一些承諾 但是污名化社會氛圍沒有改變之前 我想大部分的病患家屬很難真正的完全走出來 那接下來會觸碰到這個龍發糖的議題 可以說是一個偶然 那因為在這個傳染病的去年年底 傳染病爆發之前 我就有掌握到一些好像有一些那邊 高雄市衛生局要進行一些處理這樣子 然後所以有主動聯繫這個糖方希望可以採訪 那他們那時候可能也經過一段時間 他們可能也覺得說這是他們可以發生的一個管道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在我另外 在我其實在林一涵的報導之外 我配合一篇可能是從比較後攝觀點 比較用一個向大眾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精神病 其實對精神病的討論 從社會 比較是從社會層面的角度來討論的一篇文章 叫當我們討論精神病 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這篇文章中有一位 這邊採訪上有位受訪者湯家碩 他是陽明大學的碩士畢業 他有一本論文是 其實是台灣少數用學術的角度來分析 詮釋這個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療史上的意義 他的年代一路從他的成立的半世紀前 一直到90年代的整個發展 以及和社會和專業界的互動 所以這本論文其實在我那時候 他就很有印象 那也影響了我 可能用比較中性的角度去看待這個機構 這個半世紀以來 在台灣的好像法外之地的地方 所以當我走進 有機會在今年初 大概是一月 二月 我忘記 今年初還是去年底 我忘記了 走進這個龍發堂的時候 這個被形容 那時候被形容成人間煉獄的這個地方 我看到聽到卻是 好像有點不像是形容這麼恐怖 那對照之前暴走中提到 在對於這個體制外的精神病患處境 以及這個社區的家屬 以及官訪員的一些現實 以及強烈 比較偏向仰賴藥物的醫療體系的時候 這些唐仲他們所訴說的主題 今天對我而言 他們其實就是 他們就是他們的歸屬這樣子 那在採訪中 當然也聽了各方的意見及說法 那也就完整的記錄下來 那到底誰說的才是事實 是唐仲還是高雄市衛生局 或許都是 那所以在編文章我沒有試圖想去評價 去做一個最後的評價 因為我也沒有這個資格 那放下這個也沒有過多的同情或是批判 那只是聆聽去注視這個爭議的當下 在各方的觀點之後 我刻意把這個視野拉遠 回到這個歷史的脈絡 回到當年這個文榮光醫師的時代 他走進第一次在 以精神醫學界的 這個專業者的角度 走進龍發堂去調查的那個時代 似乎對而言 有點像是一種人類學的視野 試圖重新理解 龍發堂存在的意義 即便當然現在這個結局已經很清楚 但是我想像是否有某個這個措施的歷史轉折點 曾經可能有一個地方 像如同這個比利時的小鎮 叫赫爾GEEF 如果各位有印象可以去 有興趣可以Google一下 從中世紀以來就收容這個精神病患 那像對待像彼此的家人朋友互相扶持 共享這個日常 所以回顧兩年來的這個報導議題 他們後來戲劇化的發展 常常覺得這個對而言 好像度過一個很長的 很漫長的時間 那心情很複雜 那人希望在充滿焦慮氛圍 焦慮的社會氛圍下 能用這個比較有耐心的視野去 去記錄這個精神疾患者 以及整個結構體制與社會的互動 那進而希望可以 有機會打開一些理解與包容的契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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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